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金报 我是唐杰 马上来带你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联发科吸手爱立性拓展物联网生态系 上半年经济表现有 元大宝华上收全年GDP至2.5% 股东有欺负太阳能电厂污染海洋 大同表示规划与电共生 号顶今天股东退后说明 第三季启动抗乳爱新药三期冰床 来关心台股 稍惠美股周二止跌回稳 台股今天在股后国具领军被动元件族群冲高下 加上联发科台速四宝与中信金等全职股 担任稳盘角色 指数开高震荡走低 盘中最高一度站上 10800.34点后拉回 五盘由红翻黑法人指出 美洲贸易冲突持续中 加上新台币持续走扁 外资偏空操作 短期内恐不利资金流入 压抑近期指数表现空间 目前操作上仍以各股基本面表现为主 利首年限支撑提供给你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元会加结束连续跌势 指数回升到94.6水平 美元对日元则冲上110关口 投资者把焦点从贸易战转移至美国加息前景 绿能业就Energy Trend分析 中国停止太阳能补贴 预计将是2018年 中国内需大幅下滑到29-35GW 并使全球太阳能需求出现首度不成长 光源电影面临供过于求的压力 价格已开始下探 电动自行车持续在欧美市场热销 身兼台湾区自行车输出 夜工会理事长的曾松柱表示 工会将积极引导台湾自行车业界 建立电动车产业链 他强调台湾的高阶电动车组装技术 中国东南亚目前还追赶不上 台湾百年企业大同上约剧正向今晚会检举 质疑中资与市场派联手炒高大同股价 大同工会质疑 有10个以FINI银行保管账户的股东 这10个户头的股权合计超过27% 规避申报却行动一致 其中有多个是与中资任果农有关 新台人也在电视整理报道 来看到台北国际食品五合一展今天登场 今年规模创历年新高 同时在台北世贸艺馆 南港展览馆展出 农委会也率领台湾近百家厂商 组成台湾馆 行销台湾食品 还有全制动的珍奶手摇机器人 也首度曝光 台北国际食品五合一展登场 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理事长等贵宾出席剪彩 今年规模再创新高 共1628家厂商参展 国外参展也非常踊跃 来自全球37个国家 共34个国家馆 占整体摊位的三分之一 台湾知名的珍珠奶茶也朝自动化发展 全台首度亮相的全制动珍奶手摇机器人 约35到40秒就能摇出一杯珍奶 而且从制冰 加料 风口 贴标 清洗 一次完成 农委会也率领92家厂商 打造台湾馆 并规划三大特色展区 包括农业品牌精品 台湾特色产品及十大魅力产品 推销台湾魅力好食材 迎向全世界的这个需求的潮流 是我们台湾食品未来竞争力提升的这些关键 那我们农委会也一定会全力支持 我们台湾的农民 把这个台湾的食品 二级化 三级化 一致加值上去 让他们成为一个进行性的产业 四天展期预计吸引超过六万八千名参观者 及国际买主到场 活动也因应近期水果盛产 将举办农会优质水果销售专区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辉模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导信息 广播社 超级阿拉伯企业将扩大增产至历史新高 金融时报 严肃宣布放弃无人机开发免费网民计划 华尔街日报 通用电器宣布分拆医疗建造事业 续交电器及航拍事业 日本经济新闻 予以优先改善财政状况 分担努力的治疗健康产业 带您看到以连接器 以及线数模组起价的台湾电子厂商 早在十年前就以无限照明 作为研发目标 透过光来实现健康的光环境 包括办公室 居家照明等空间运用 都能看到研发成果 更率领研发团队 为台湾开创新的光环境 要出门的时候 你可以按一个开关 把所有的室内的灯框 都是把它切关 透过无线装置 操控家里的每一盏灯 有八个情境 五个回路可以选择 像是层板灯的亮度 或是单一盏灯的照明 都能随着使用者的心境调整 推广智慧建筑的台中式建筑景 经营协会理事长 建设公司总经理刘明宗 提倡光计划 导入智慧无线灯具装饰 增添生活美感 还能为大楼节省能源 光的东西 就是它运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包括它会运用到所谓的管理商园区 这栋楼里面有可能 你能运用那个工去做管理 我在想 不会只有审判的起始 比如我现在用这个桌子都是一五特 你如果没有透过这个系统来用 大概你必须要三五特 所以在这个步骤你就知道 插入插几个步骤了 就会照明系统也可以用在停车场 透过联动的方式 灯就会被唤醒 那么当人或是车定位的时候呢 灯的亮度就会自动降到 剩下百分之三十 借由自动感测调光系统 必用自动感知控制 使用人体红外线感测装置 进行照明的点灭控制 在车辆行进时 保持百分之八十的亮度 能够精准控制 是台湾连接器及线素模组起家的业者 董事长赖炳元 将多年在电子产业经验 跨领域投入智慧照明系统 并以无线照明 作为品牌的研究开发 更累计超过二十项专利认证 从电源开始 包括灯具 我们都是自行来制作 所以我们在研发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把电源的这些 联动的产生的一些讯号的稳定度 我们都会有严格的来做审核 避免说这个 因为整个智慧化产生的一个 系统上的档机 或是系统上的不稳定 这个就是我们智慧照明系统 比较属于关键性的一个重点 还要经过八十伏特到两百六十伏特的电压测试 达到稳定状态才算通过 就连自家办公室也使用这套系统 赖炳元说 借油智慧节能 也就是昼光调节 来根据太阳光线 或附近灯具光线的强弱 自动调降后窗灯具亮度 达到节能 最重要的是给员工舒适的办公照明 进而实现健康节能光环境的目标 我们每个钟头 他会配合外界的摄温环境 去调整内部的摄温环境 所以我们这个是符合自然天光的一个系统 完全是符合人性的生理时钟 所以在这种环境的工作的前提之下 员工他可以很舒适的 把一天的工作很有效率的去完成 照明不再只是单一颜色 更结合亮度节能处理 无线通讯 持续控制和数据分析等整套系统 赖炳员更注重人的使用 结合人音照明 像是商业空间 居家客三厅 饭店房间 连理剧院 及大楼企业会议室等空间 运用广泛 也因此成为乔委会 工业局等单位 指定观摩的企业之一 真的可以做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今天给我们看的只是一部分 再过十年 五年 两年都不知道他们能做多少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投入智慧照明系统 整合了电源 整合灯具的这样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创造者 尤其在人才方面 因智慧无线照明别于传统照明 需要软体 硬体和韧体团队 还要与建筑设计做配合 满足克制需求 透过无线程式群组规划 审去拉讯号线等安装 三天就能做好 较传统安装缩短十倍 但都是庞大人力财力物力换来的成果 还有考验中小企业的外在因素 尽管如此 赖禀员从未放弃照明 设条路 只要是对人有帮助的 在我个人的使命里面 在公司的货力允许范围内 我已经是无怨无悔一直投入 培养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工程人才 团队包括从研发设计制造到整个 安装设计到整个的一个现场规划 这个都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培养的 我想目前在人力资源上 这一块是整个市场比较欠缺的一块 在人才紧凑的情况下 赖禀员也担负起培育人才的角色 率领团队 开发新的光环境 也协助把传统灯具 改造成智慧灯具 一步一步的将新的照明方式 带给更多人 但您看到明天6月28号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日本赖年会 红海投资微洲上凉典礼 传普出席 以及台日机械业东京经贸商谈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金报 我是唐杰安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